朋友们在海边转悠了一中午就捉了三只章鱼 这是其中一只分享给大家 希望此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订阅来的朋友们麻烦给我一个双鸡 记得关注我看我每天带你们做海鲜 今天晚上八点半左右户外赶海直播 有时间的来观看 来吧兄弟们中午好 每当大海推草之后 很多螃蟹八导鱼都会躲在这水槽底下 你要不注意真的发现不了 这螃蟹甲鱼好疼啊 你不戴这手套你还真做不了它 喜欢过外赶海的男生女神 给双鸡加个关注 看我今天下午四点钟左右 看下直播 来吧兄弟们下午好 有位老铁发私信给我 你能不能把你那双牛逼可拉的拖鞋 再穿一次挖章鱼 天我又穿了 老铁你在吗 再来给个双鸡 我可以把拖鞋送给你 喜欢吃章鱼的扣个衣 喜欢这双拖鞋的 你们在下方评论出来 双鸡关注看我下午直播 来吧兄弟们晚安好 这是我一间赶海的时候 发现了这么一个性感的螃蟹 要不是放在水里 我还真不知道它会握杀 觉得性感的扣个衣 有些人订来之后 会熟悉的给你点个小红星 而有些人你们不要他也给 订来的朋友们双击关注 看我今晚直播了 来吧兄弟们中午好 在我手中这个东西叫做鱿鱼啊 它跟八岛鱼长得不一样 它比八岛鱼多两条腿 吃着甜 把它的牙齿跟内脏去除 就可以做一个铁板鱿鱼了 这边的老铁 如果你们手机连是外赛的话 请给老弟留下个双击 关注我 看我每天直播 来吧朋友们晚上好 像这个沙马特线 咱们用了很多方法 啤酒饮料扣下水 就是没把它干出来 今天换个牙膏 估计这个味道能把它给呛出来吧 此视频难得不要双击了 我怕上热门 你们说我浪费牙膏 那就给个关注吧 看我每天带你们户外赶海直播 哈喽朋友们晚上好 可能有很多老铁不认识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是一只海兔子 它不仅仅会变色 而且咬人也特别疼啊 觉得特别神奇的扣鸟 此时运人都不要双击了 因为它咬到我了 给个关注吧 看我每天赶海直播 哈喽朋友们晚上好 今天赶海的时候 发现一个小海龟啊 估计是饿了 他妈妈去给他找食物了 他在这里等他妈妈 这只小海龟长得挺可爱啊 盯着的男生女生 给这小海龟一个面子 给个双击好吗 关注我 看我每天带给你们赶海的乐趣 哈喽朋友们晚上好 矿泉水 是我在沙滩上面捡到的 也不知道是谁 喝了一半扔了一半 爱这个作品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跌月用水 仍仍有则 有的老铁 看到这种正能量的段子 会给你点亮个小红星 喜欢坏坏坏的男神女神 给个双击 加个关注 看我每天赶海直播 来吧朋友们下午好 有很多老铁 见过我点过这个鱿鱼的 吃饭都特别有食欲了 鱿鱼肚里的墨汁 也是特别有营养的 哇靠 里面还有个啥 小鱿鱼吗 喜欢坏坏坏的男神女神 给个双击 加关注 看我每天坏坏坏直播 来了朋友们晚上好 每当大海吹到之后 很多海鲜都会显露出来 就像这个猫眼罗一样 明明可以直接用手把它拿出来 我去我在这边捡背一下 因为我知道 拍每个作品都不容易 天天跟你们要双击 你们也烦了 兄弟们给个关注吧 看我每天赶海直播了 哈喽朋友们 我手上拿的的是 所有的储蓄啊 也是他攻击猎物的致命武器啊 出去上面这层膜带有毒素啊 如果我能成功把这层膜拨下来的话 来老且能不能给我个双击 喜欢大海的 喜欢户外赶海的关注我 看我今天下午 海鲜都汉 暴总直播 很多人跟我说 天气越来越冷了 就别这么辛苦了 可是谁又能懂得 身为我们这个年龄背后的心酸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大海里捉八岛鱼的视频 把只有一个人给我一个双击 我也感觉知足了 如果你也是一个在外漂泊流浪的年轻营 请给我一个双击 来吧兄弟们下午好 甭想到海边挖两条八岛鱼回家吃的 没想到居然挖出来这么一个东西啊 这是一条类似海蛇的什么鱼啊 有没有认识它的 有些人进来之后会熟悉的给你点亮小红星 因为它知道这样可以提高自己照片的回味度 喜欢户外赶海的双击关注 看不出 来吧朋友们 章鱼是一种软骨海洋生物啊 比它小两倍的洞口 它头可以钻进去 有的老铁一进来看到此视频 它都会留下一个小红星 有的朋友没见过大海 喜欢户外赶海的 它都会加个关注 喜欢大海的 喜欢户外赶海的男生女神 留下你们的双击加关注 看我今天中午直播 来吧朋友们 来今天给墨鱼取个骨啊 这墨鱼不仅是可以吃啊 它的骨头也可以做药材 有些人进来之后 会熟悉的给你点亮一个小红星 因为他知道 这样可以提高自己账号的回味度啊 喜欢大海的 喜欢户外赶海的朋友们 双击关注 看我下午直播 来吧兄弟们 在海洋中捉八岛鱼非常简单 首先你必须有一条八岛鱼 这条八岛鱼 是我在海边捉的 这是还原下当场的情景啊 天天和你们要双击 你们也烦了 此视频难道不要双击了 给个关注吧 看我今天中午 一点钟左右赶海直播 来吧兄弟们 这是一只小河虫鱼啊 在它升起起来的时候 它肚子会鼓胀起来 好像在自我保护一样 有的朋友定来 第一次看见这么可爱的鱼 反手就是一个双击 有的朋友喜欢户外赶海 捉鱼捉虾捉螃蟹的 他就会给你一个关注 喜欢户外赶海的关注 来吧兄弟们 扯渔民为小丑鱼 在他活着的时候 他的牙齿可以有断铁丝 他连什么都吃 你看嘴里面还有个石头 听老一辈的渔民说 他的鱼皮可以做成甜包 特别耐用 第一次见的给个双击 喜欢户外赶海的给个双 给个关注 看我直播 来吧兄弟们 这是一条生活在深海里面的鱿鱼 在吃它之前 必须用剪刀把他的牙齿给去除 有的老铁说你讽刺这么少 还在坚持着什么 可是谁又能懂得 咱们这个年龄背后的心酸 如果你也是一位在外拼搏流浪的年轻人 请给我留下个双击 关注我看